卫生部部长凯里昨天表示 政府不曾把MySJATRA卖给私人企业 但国会公账会主席 兼行东党医保东区国会议员黄佳和 今天追问政府两大问题 他也重申 政府应该直接接手整个MySJATRA手机应用程序 黄佳和今天发文告表示 公账会早前获知 内阁已经决定把MySJATRA的合约 颁发给了一家名为MySJ的私人有限公司 但今天早上 网络媒体CodeBlue揭露 MySJ公司出现股东纠纷 现在在法庭审讯当中 而法庭文件显示 MySJ公司在得到MySJATRA的知识产权等事物 共涉及3亿3860万令吉 黄佳和因此点出 如果股东交易价已经是3亿多令吉 政府以后颁布出去的合约 肯定不会少过这个数目 黄佳和因此要求政府解释两个问题 一 为什么内阁通过直接颁布的方式 把合约颁给MySJ私人有限公司 二 这个合约究竟耗费多少人民的血汗钱 黄佳和也重申 当初KPSSoft公司以企业社会责任CSR的方式 获得政府的合约 负责开发MySJATRA程序一年 那么政府在CSR结束的时候 大可跟开发商说一声谢谢 之后接手整个MySJATRA应用程序 去年首相Isman Shabili通过书面答复 向黄佳和表示 由于KPSSoft的CSR只有一年 因此从去年4月1号开始 政府将开始付费 但是黄佳和批评 政府不该允许私人企业以CSR之名 来获得政府的合约 之后却又跟政府收钱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起立 куры